很多人都問我來看木要準備什麼 不是護身符 是防蚊蚁 會被很多蚊子咬 所以防蚊蚁要準備 第二個呢 披荊斬棘 因為在看木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很多的叢林 因為木年久失修的關係 所以就找不到出路 所以就變成要用一些小工具 技巧性的排山倒海 然後殺出一條邪路 才可能找到你想要找的木 今天要找到王兆明委員的木 而且為了找王兆明委員的木 有夠累 因為我們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課 然後蒐集資料 然後甚至今天要出動砍刀 才有辦法找到 不要懷疑 我們就是這樣一路上 從這個樹叢裡叢林裡面殺上來 而且防蚊已經噴了 蚊子還是會這樣停在你上面 我們平常在找木的時候的日常 我們遇到就是這樣子的環境 這樣子的路 然後是在茫茫的墓園裡面 要去尋找一個人的木 到底有多難 沒有柱子 沒有坐標 坐一坐一坐的看 覺得很相似的時候 我們再進行下一步的那個搜索 哇都沒有路啊 王兆明 原名漢將自莫林 任江省龍江縣人 出生於民國前11年10月20日 德沛王夫人玉相 出生世家為老國會議員王惠安之略 持家簡情 相夫教子 才得兼備 王兆明的出生 並不是在一個很幸福很富足的家庭 所以他幼年時期 過得是相當的辛苦 一面讀書 一面要協助家裡務農耕種 然後透過這個打工的方式 半耕半讀 那一開始他是在這個 師範中學念書的 他接著又轉到了 醫學院去念大學 那他的志向就是想要學醫 那結果在醫學院求學的過程當中 遇到了當時的這些日籍的老師 相當的專制蠻橫 所以他就火大生氣 就不讀 然後選擇退學的方式 然後轉到了北京大學去攻讀文學 所以其實王兆明開始一生的志向 原本就是立志想要當個老師 結果後來興趣又是學醫 所以又跑去學醫 遇到日本人 然後他不舒服 改去攻讀了文學 那簡單來講就是王兆明 學什麼有什麼 然後學什麼像什麼 讀書成績都相當有益 民國15年 王兆明北京大學畢業之後 他就先到了中學去擔任老師 後來他是受到這個 吉林大學的校長邀請 然後王兆明又從中學轉到了大學 去擔任大學的老師 民國26年 然後王兆明就到了福建省醫學專科學校 擔任這個老師 同時還兼訓導主任 在三年後被這個醫學界的大佬 楊永年大師挖腳到這個蘭州省 他去擔任這個什麼呢 內政部衛生署西北防疫處的主任秘書一職 當時的這個權位啊 還甚至可以去代理這個蘭州市中央醫院的院長 民國34年抗戰勝利之後 王兆明就到了這個新安省政府擔任委員兼秘書長的角色 那在這個期間呢 相當受到新安省主席的重用 所以呢 民國35年的時候 王兆明又被拉拔到了這個中國國民黨的新安省黨部 擔任執行委員一職 期間呢 是因為剛好遇到了這個蘇聯還有共軍的阻撓之下 所以呢 很多的任務就沒有辦法順利的推動跟完成 王兆明也只好先退回到了沈陽去待命 當時發生了一件事情 當年的東北行元經濟委員會的秘書長張大同被敵人所俘虜了 所以他們的委員就邀請王兆明來去擔任秘書長的一職 那掌管的權力相當的大 是整個東北地區的交通還有經濟 然後還有財政 然後還有建設 然後還有包含的糧食 這些重要的措施 都是由王兆明先生一手掌握 我身後的位置呢 就是立法院 而這裡就是當初王兆明上班的地方 民國37年國家行線之後 王兆明當選了第一屆的立法委員 負責兩個委員會 就是交通還有財政委員會 那立法院的同僚們都稱王兆明為末老 然後他們都說王兆明雖然話不多 但是卻能夠成功推動多項法案 這一句話就驗證出來了 王兆明話不多 這就跟王兆明的鄰居也說 這個人話很少 是一樣的意思 費盡千辛萬苦 我們終於又再次來到那個 王兆明委員的墓了 我們是怎麼找到王兆明委員的墓呢 其實我們在找墓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是每一座墓 每一座墓都會去看 看到他的名字之後 就開始做查詢 查詢他是不是特別有名的一些歷史名人 那有一些歷史名人 本來就牢牢記在我們的腦海當中 有些人不用查 我們就一看就知道 這是誰這樣子 但王兆明委員的墓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完全看不到墓裡面的情況 尤其是看不到墓裡情況的這種墓 更引起我的好奇心 然後就會更想要進去了解說 這個墓主人是誰 很多人都會說 那你怎麼可以確認說 這個墓碑上所寫的王兆明三個字 就是我們現在所談的這個王兆明 他會不會只是一個 同名同姓的一個人呢 所以我們要做很多的資料來去推斷 很多人都會講說 你們是不是就先在網路上搜尋 我說網路搜尋是第一步 用他的姓名可以搜尋到一些東西 第二個我們要去看的是 他的出生年月日 生日跟過世那一天的日子 可是關於王兆明的故事 在網路上就資料相當的少 而且還有就中國的朋友 大陸的朋友他說 王兆明是一個非常 迷樣的一個人 就連他的出生年月日 都是一個迷 但是因為墓碑上清清楚楚的 有記載他的生日跟過世那一天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王兆明他是曾經擔任過立法委員 所以呢我們就跑到了這個立法院的 國會圖書館裡面找到了第一屆立法委員名見 當年的立法院議場跟現在的議場長的還是一模一樣 沒什麼改變 立法院的院長是尼文雅 索性的翻過去就會看到王兆明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王兆明年齡是83歲 然後籍罐是嫩江龍江 然後當選的區域是嫩江省區 然後他邊有他的學歷跟經歷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看 在墓碑上可以看到他的籍罐 如果籍罐上面呢又剛好是所謂的嫩江 我們今天所要找的人就會再接近一點 於是呢我們要找到第二份資料是國子館出的 然後在民國79年編印的這個 民國人物傳記史料編會裡面 然後我們可以找到王兆明先生的識略 然後這邊就可以看到王兆明的一些故事 然後呢很清楚的寫到 民國前11年10月20日出生 然後生於嫩江省龍江縣 所以跟我們剛剛從這個立法委員的名見 然後再配上國子館的資料呢 他是相當吻合 那我們呢還要再繼續找下去 就是我們找了當年的那個東北文獻 我們從東北文獻裡面呢 我們又去了國家圖書館 查到了東北文獻 那在網路上所看到的東北文獻是 你沒有權限是不能公開的 查不到任何資料 因為你拿不到權限 你不是中國社科院的學者 你是看不到這些資料的 所以我們又去了國家圖書館 查到了東北文獻 然後呢我又把這個東北文獻的資料列印出來了 這邊又可以證實到了 王顧委員趙明先生事略 他這邊就有寫到 王趙明先生出生於民國前11年10月20日 生於嫩江省龍江縣 現在我手上掌握的三份資料 都與我今天要找的這個牧主人相當的吻合 可是我還是不甘心 於是我就又去了國使館 查到了一份資料 王趙明先生遺像 然後跟剛剛的立法委員圖鑑裡的王趙明 是相同的同一個人 這份資料相當的重要 王趙明過世的時候 他寄給了中研院的院長吳大游的復文 這個復文的聯絡處是立法院 所以可以證實 王趙明過世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還是立法委員的身份 王趙明的生日 生於民國前11年10月20日 所以現在我們所掌握的資料相當吻合 在這份復文上面 王趙明的這些子孫的名字 而一般人的墓碑上 也會有這些子孫的名字 這些子孫的名字也吻合 出生的日期也吻合 籍貫也吻合 甚至包含可能他還有配偶 配偶的名字也吻合的話 我就可以證明 我們今天所找到的這個墓 就是我們所要找的人 王趙明委員 好 我們終於進到了王趙明的墓 那我們從墓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從這邊看到 上面寫著墨林委員千古 那我們就從歷史資料上面 可以清楚的看到 這邊有寫著 王趙明委員先生的事略 王趙明先生原名漢章 自墨林 所以在墨林 這個部分已經完全吻合 再來是他是寫著委員 王趙明又是立法委員 所以墨林委員吻合 在墓碑上我們可以看見 生於民國前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資料上面就是 生於民國前十一年的十月二十日 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一號 民國七十四年五月一號過世的 所以跟這一份複文完全吻合 再來我們從這個複文的子孫 士林又林 這上面清清楚楚 士林又林 然後還有為真為理 為藍跟為平 為真為理 為藍為平 這就是王趙明委員 嫩江省 龍江縣 所以我們找到了 好 在關於我在收集 這個王趙明的故事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一個人 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他就是這個大師李敖 也是台灣相當知名的作家 李敖曾經在多次的臉書 然後還有這個演講 公開演講過程當中 提到關於王趙明的故事 他會稱王趙明叫做二叔墨林 來透過李敖的文章來看一下 李敖他在臉書上面 在2013年的11月5號 他就有發表一篇文章 王菲的主婦王趙明先 是我父親北大的同班 也是我父母婚禮上的伴郎 也是我母親的老師 他一生追隨國民黨做立法委員 但脖子乾 簡單來講就是王菲的爸爸 就是王又齡 王又齡的爸爸就是王趙明 王趙明跟李敖父親是大學同學 他們是相當要好的身分 因為可以從李敖的發文裡面 就可以看到 他們真的是相當要好的同學 然後他們大學畢業之後 還一起去當了老師 然後去一起去教書的工作 包含連李敖的父親母親 結婚的時候 王趙明還是他們的伴郎 所以代表兩家的關係 真的相當好 那外界也有傳言就是說 這個王家跟李家才一度子父為婚 那關於這件事情 我們又可以再繼續說下去 就是王趙明跟李敖的父親 就有一個約定說 假設我們今天都組成家庭 我們生了自己的兒子女兒 如果生下來你剛好生兒子 我剛好生女兒的話 那我們就讓這一對子父為婚吧 所以過沒有多久 王趙明的兒子就出事了 然後他就叫王又齡 就是王菲的爸爸 剛好李敖的媽媽 他也生了個女兒 所以他們兩個就子父為婚了 但是當時遇到這個大時代的變動 1949年的時候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 王又齡他是比較對國民黨的想法 是不能夠接受的 所以他就變成選擇留在北京 沒有來台灣 所以王趙明一家就來到了台灣 那從此王趙明那個時候的 他的同窗好友李敖的父親 他們一家也有來到了台灣 那當然就不可能再跟王又齡 繼續有什麼 旅行這個子父為婚的約定 所以李敖就有講說 如果當年真的是這樣子 那王菲可能就不姓王了 他就可能改姓別的姓了 2005年的9月21號 李敖大師到了這個北京大學 出席這個神州文化之旅演講的過程當中 他突然向台下的觀眾講說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人 這個人他是誰 他就是我父親的同班同學 他叫王趙明 而王趙明的女兒今天就坐在台下 然後接著他就請這個王小姐來到台上 然後李敖大師又很幽默跟台下人講說 你們不要看他這樣子一身樸素的打扮 我告訴你們他真實的身分的時候 你們就會嚇到了 我們天后王菲的姑姑啊 1972年2月28日 李敖因為這個台獨罪啊 被判內亂罪判刑10年 持奪公權6年 那期間因為遇到這個蔣介石過世啊 所以進行大赦 改判為8年6個月 直到這個1976年 李敖被釋放出來的這個期間啊 所以李敖在獄中服刑 總共長達5年8個月之久 那為什麼會提到這件事情呢 王趙明生前過世前 所講的一段遺言 有相當大的關係 他說王趙明在死前呢 告訴自己的大女婿說 我們對不起李敖 為什麼會有這段話呢 因為李敖當時的解讀叫做說 王趙明覺得說 李敖因為犯了這個內亂罪 台獨的關係而被判刑 而在這個判刑的當中呢 過程裡面 王趙明都沒有辦法去 伸出任何的援手 或者是任何的力量 去把這個李敖給救出來 因為畢竟王趙明 王李兩家的關係 真的是相當深厚的了 他沒辦法好有替他的同窗 去照顧好他的兒子這樣子李敖 所以呢也甚至是在李敖這個 服刑的期間 連把香蕉都沒能夠送進去探視他 犯了這個台獨的問題啊 是相當嚴重的 如果你跟台獨分子有太多 過於親密的接觸啊 可能會影響甚至會造成這個連作法 在當時這個年代 大家是很禁忌的一個話題 是不能夠談論的 甚至不能夠跟任何有這樣 特殊分子的關係的人 是有任何的 不管是通信啊 或者是來往之類的 在入獄服刑的期間 連把香蕉都沒能夠送進去 那李敖呢 他最後也很感嘆的說啦 王趙明他不是一個戰士 但他卻身陷敵贏 貢獻敵 然後最後內疚而死 然後這個是李敖大師對於說 這個王趙明他一生的一個註解啦 好 我們為了要找尋 關於王趙明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透過找到了一本 非常重要的資料 這個叫做 民國45年發行的 第一屆立法委員通訊錄 那在這個通訊錄上 當時呢 他還是屬於 就是一個屬於保密的一個文件 因為這裡面呢 就有很多當時立法委員 然後還有一些官員的地址跟電話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個裡面的第三頁 王趙明的這個資料在上面 然後我們透過這個資料 找到了當時他所居住的這個地方 因為自從這個1949年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後 王趙明也就跟著這一批的人員 一起來到台灣 他來到台灣的落腳之處呢 就是我現在身後的這個位置 然後呢 他原本來到這裡住的環境呢 是跟一個像一位張先生所稱租的 然後等到這個張先生的租約到齊了之後呢 王趙明就透過這個立法院的秘書處 發函給這個台灣土地銀行 然後透過這個公產管理房地部門 辦理這個租約的承租 然後因為這個過程當中也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租約的原租約已經遺失了 所以呢 王趙明在承租的這個過程當中還要再不斷的跟這個 透過立法院發函 然後給這個土地銀行來回的去申請這個租約的事情 然後還必須得去登報作廢這個原租約 原來這個租約當時不見 不是說重新立一份就好 而是還必須得大動作去登報 然後作廢 然後再重新的去發文申請 然後才能夠完成這個承租的手續 那我們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這裡已經不是當時的原來樣子了 我們剛剛就訪問在地的這些長輩們 然後好不容易遇到了一個 今年已經86歲的伯伯 他跟我們講說他對王趙明有印象 因為他住在這邊已經超過80年了 說他不太打招呼 對 然後他還可以清楚的指出 就是我現在在旁邊 右手邊的這一棟建築物裡的裡面 本來在這邊住的一個老奶奶 當年在幫王趙明家裡在做打掃 整理環境的管家的這個概念吧 這裡的房子已經跟當年 他所居住的環境不太相同了 但是位置就是沒錯 就是在我背後這個地方 然後他又形容說呢 以前這裡的房子 大部分都是日治時期的那種木造房子 唯有一棟比較特別的就是王趙明他們的家 他們家是一個1234樓的公寓形式 也就是這裡最高的一戶房子 不只他住在這 他的子女女兒女婿也都住在這裡 那我們知道說王趙明當時他來到台灣的時候 並沒有把所有的這些子女們都帶到台灣 那有些人在中國的 民國74年的5月1號的時候 是在自己家裡面過世 當時他過世的時候 他的大女兒跟女婿也有在他身邊的 接著他過世之後 開始後面舉辦的這些告別式 他的另外三個女兒也都有從美國 趕回來台灣 然後參加送父親最後一程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可以 也帶大家不只是看幕 我們同時也去看所有這些歷史人物 他們所經歷過的這些足跡 所以我們也可想而知就是王趙明他住在這個環境 其實當時環境並不算是很好 但是比起其他的人所居住的環境來說 他算是蠻不錯的 因為畢竟還是一個洋樓的概念 有1 2 3 4層樓 然後空間也夠大 那也知道他有請管家幫忙 好 那今天一樣我們就帶了花 然後還有金子跟香煮 然後來對王趙明先生致意這樣子 然後帶著我的好朋友一起來 那這也是我平常在看幕的過程當中 會做的事情 尊重我們的仙人 不管是為這個國家為這個社會 為人民所付出的一切 那當然王趙明過世的時候 其實我有看過關於很多人對他的評論 他們都稱王趙明是史上的近代完人 因為他生在一個混亂的大時代當中 然後可是卻能夠做這麼多很好的好事 所以真的是被稱為是近代完人 那我覺得在製作王趙明這一集的特輯裡面的時候 其實發生了滿多 我覺得是冥冥之中會註定的事情 就像先是意外的去發現了王趙明的母 然後再到去搜尋他資料的過程當中 其實並不是這麼的順利 因為能夠在網路上搜尋的資料真的相當的有限 我們在查詢資料的過程當中看到了很多的內容 跟他的真實的內容是有出入的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部分上面下了一番功夫 到這個國師館去查詢資料的過程當中 又碰到了很多的資料是各自的關係 所以就變成不解密也不公開 所以我就覺得說一直都沒有辦法再把這一集 可以去把它好好的做完 所以我們就稍微停頓了一下 那在停頓的這個過程當中 還是持續的我的日常就是繼續去找目看目 然後等待國師館是不是有解密的一天這樣子 所以我就在有一天在看一個鄰谷塔的過程當中 然後也是一個一個塔位看的時候 我們就遇到了吳大友先生 吳大友先生他是中國物理學之父 那同樣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長 所以我就看到吳大友這三個字的時候 我就特別的有印象 吳大友的塔位前面稍微停留了一陣子 查詢他資料的過程當中 所以我們就突然 國師館解密了 怎麼會這麼神奇 怎麼會在王兆明過世39年後 就在我在製作王兆明的這個特輯的時候 他的一份很關鍵的資料解密了 當年王兆明過世的時候發的一個複文 然後這份複文是由立法院發出的 他發給對象就是吳大友先生 然後是寄到中央研究院 他所顯示出來的資料 就能夠完完全全的去證明跟證實 關於王兆明的所有一切的資料是正確的 對 那都找到了 那最關鍵的是大家 天后王妃的這個祖父 就是王兆明 那證據在哪裡 就在這個複文上面 我們就看到了 王妃在15歲前 從母姓的這一個部分 他的名字夏琳 複文上面 那他們底下都居住 家住了這個軍縣大陸的部分 也就可以證實當年 就是王兆明的兒子王又齡 沒有來到台灣 而留在北京的緣故 我自己真的是覺得 冥冥之中注定 就是要把這一集好好的做完 我自己的感覺很像是牧主人 讓我巧遇到 然後讓我有機會來把他的故事 介紹給大家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想的 但是這個部分就留給觀眾們 自己去想像好了 我喜歡你 那你為了 我愛你 你會不會 那你會不會 我愛你 我愛你